香菜不要 多放辣椒 蛋糕越甜越好 唱歌跑调 最爱夜宵 聚会只喝一杯 酒到爱穿起跑 喜欢撒娇 还有两包 没用的唇膏 见招拆招 说说笑笑 见眉之间的独吵 你喜欢安静 我爱热闹 看似会不达 却很卸调 就算什么不说 也能猜到 已经不需要 相处的技巧 你喜欢安静 我爱热闹 看似会不达 却很卸调 就算什么不说 也能猜到 已经不需要 相处的技巧 暗恋她好像会迷信脚 陪着我熬夜痛苦傻笑 我们之间没有轻步打扰 但星座崩溃 电话就打扮 谢谢你啊 为了做这么多 好 不用谢我 我只是希望 你别后悔来过我们积枕 我知道我这么做很突然 也不浪漫 也不浪漫 但是请你相信我 这真的是经过我自己 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 我们是一家生产爱情的公司 所以鼓励员工 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 所以我也希望你 能够理直气壮地 接受别人对你的爱 包括我对你的追求 我知道 你需要时间去考虑 我不会为难你 这面戒指 是我找人专门订做的 三点二零克拉 正好是你的生日 别着急 你可以慢慢想 等你想好了 就把它戴上 我会一直等你 我会一直等你 我希望在你的生日 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婚礼 现在 咱们还不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积分问题 也不知道 还存在着多少这样的问题 所以 在被别人指责之前 我们必须自己先搞清楚 千万不能丢了 好不容易到手的胜利过时 知道吗 明白该怎么做了吗 明白了 买买 来 你们觉得我们下面是特工 要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一样 还特工啊 的确是大事 只要我们查出来 是谁动了几块奶酪 那V恐怕是真的得出大事了 开始吧 好 你好 你好 我们这里是 喂 你好 是高先生吗 这里是V Hotel 是的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 年底服务员回房 是您本人入住吗 好 那您打算住几天呢先生 您现在没空什么 不好意思 那会员中心在这里提醒您一下 您可以用这个积分呢 来换我们的折扣房 试入词的案子 您是用积分兑换的房间吗 我看您现在积分是 八千四百七十五分 您最近有时间吗 三月三 好 我来标准一下 三月三 您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查看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 可以尽快联系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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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哎 楼上 这个记得要通知到你的每个学员 年底的促销活动 还是很划算的 不仅仅是现在的学员 还有那些半途而废的 基建管年底回馈老客户 课程促销 具体适宜欢迎随时咨询 课程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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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感谢您的配合 我们近期会赠送一份 小礼品过去 谢谢您对我们 工作上的支持 再见 好 丁总 我这边查出了几个 说积分有问题的 我这边也有点问题 嗯 我这边有两个 嗯 我这边是 怎么样 丁总 有没有什么发现 这些积分 全部都用来兑换房间 如果不是客户 自寻操作的 那就一定是我们酒店 内部的人干的 那一定是莎莎啊 mo 目前还不能这么武断 而且我们和行政部 也有全线管理 会员的积分 况且 最近负责网络 和信息安全的整理 都是我们的部门 如果被利用了这一点 那就真的是 说也说不清了 丁总 您不是说 给别人找茬吗 怎么感觉 找到我们自己投上来 如果能找到 这些积分兑换的房间 最后到底有没有人入住 又都是哪些人入住的话 我们就能顺藤摸瓜 抓到背后搞鬼的人 看看他到底是冲着我们来 还是只是想中饱私囊 所以 是时候发挥你们这些 八卦的小才能呢 别别跑 交给我了 OK 帮我再来一个 你也行 所以你就要相信 只要有我的出现 一切都会变得 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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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发给您的方案 您看了吗 你不会是等我回复你邮件 所以才没下班的吧 也不是 我就在想 如果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 你跟我说我可以及时改 我可能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我有个习惯 从来不在下班以后 回复任何人的邮件 尤其是工作邮件 为什么呢 因为就算我回复了 也要等到第二天上班以后 才去执行 大晚上的回复工作邮件 所有员工都休息不好 满脑子都是工作了 你啊 自从来了我们公司以后 直线拉长你们部门 所有人的平均工作时间 这样是不对的 好吧 是我不对 但你不是也没下班吗 说得对 唉 那咱们俩就不要给底下员工 做什么坏模样了 走 我请你吃饭去 去我家吃 杨总 我觉得要不我们改天 你千万不要因为白天的事 有所顾忌 我说过了 给你时间慢慢想 我会一直等着你 如果说你不同意 也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好朋友 还是工作伙伴对着 对吗 我们公司所有员工 都去过我家 吃过我亲手做的饭 你现在也是我员工 就差你一个喽 走吧 尝尝我的手艺 这儿环境真不错啊 以后你打算找哪家办 这儿环境真不错啊 哎 我觉得这个 这个宜战师的应用程序 挺不错的 在他们这下订单啊 可以免费地提供 红理策划服务 就是那个主持人 温如雪和她老公 就是他们给办的 特别先锋 你看 当然先锋了 你说温如雪 都给我老公戴绿帽了 居然还能若无其事地 照样主持 厉害啊 你不说我都快忘了 他们不是行婚吗 哎 那个温如雪 专门搞有钱人的 你说她老公们真是窝囊 这个女人都这样了 还不离婚 等着过年啊 这不马上就过年了吗 不要搞了 不要在上面 别会起了 走 不要 妈 你在忙吗 哦 没有啊 妈您说 您认认吧 对啊 我在接雪儿的路上 好 那妈 就跟你说两句 那您说 雪儿那个事 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老家的人 这边都在议论呢 我呢 也不敢给雪儿打电话 还给她增添烦恼 你们两个 没受什么影响吧 妈 你们别信那些 那全都是瞎编的 我们没受影响 我们好着呢 那就好 那你们 为什么不解释解释呢 解释过了 雪儿不是发了公众号 回应了吗 老家的人没看见吗 人家好歹是有个视频 咱们就靠说 别人也不听啊 再说了 这种事情 只要说不清楚 就算以后别人不议论了 可别人心里总会落下个印象 觉得雪儿干了不好的事 我就怕 对她 对你们 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妈 是不是有人当面 跟您说什么难听的话了 要不要我跟雪儿 回家去看看您去 那倒不用 你要知道 雪儿这个孩子 他是最讨厌跟别人 去解释自己的事情的 啊 只要你们两个好好的 妈这儿没什么 啊 妈 您放心 这边有我呢 那就好 我晚了啊 哎 妈再见 这不是你最爱的地方吗 怎么了 变心了 我不是感冒了吗 人生的劲儿难受 啊 难受 难受 那就不光了 回去吧 那个 那个 奥克兰 我还是暂时不去了吧 你要是 对那儿感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先去看看 那这话怎么说的呀 我说因为你我才去在那儿 你不去我一个人去算 怎么回事啊 你喊什么呀 你晓得点什么 哎 你这不是忘了吗 不是咱都说好了 不去公司了吗 嗯 是 但是我还是觉得现在去太仓促了 再戴上小杨 再上海没个着陆 我不能不管他吧 他都多大的人了 别总把他当成孩子行吗 再说工作的事好解决 实在不行去我妈那儿 不就完了吗 去你妈那儿干嘛呢 想干嘛干嘛 当个设计师行不行 你问过他吗 他想当设计师吗 不是你是不是觉得 所有人的生活 你都能弄好啊 那好跟你没关系 我费那劲干嘛呀 对不起啊 让你费劲了 省省心吧 我能对我的人生负责 你干嘛去啊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在乎 你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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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告诉我 我去接待一下 如果他不想被你找到的话 那给他空间吧 他跟你说什么呢 他想让你知道的 自然会让你知道 不想让你知道的 你为了也没有用 谢谢你 不客气 他找你了 我安全吗 我怎么可能会出卖你啊 哎呀 总算是能自由地呼吸了 我觉得我都好长时间没有这样了 我之前舍不得跟人结婚 就是害怕要配合别人的心情 和步调生活 果然 并没有意外 我给你开这个房间 不是支持你搞独立的 调整调整好心态 然后好好地跟白主厨沟通一下 你这个爱情小能手 难不成 会在男女关系中憋死吗 如果说 婚姻能像爱情和男女关系 那么简单就好了 我呢其实一直在练习 从一段有问题的关系当中逃走 并没有解决问题 和保持关系的能力 啊也是挺失败的 吃点水吧 谢谢 你说你一个人 住这么大的房子 不会觉得寂寞吗 有期待的人才会寂寞吧 啊当然 我虽然也觉得生活中 应该有个伴 但是在没有遇到 合适的人之前 我过得还算比较从容 对了 对了 关于我今天 给你开展 关联业务的方案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其实我觉得 大多数人的恋爱 都是会走向婚姻的 如果我们公司 除了恋爱约会功能以外 还能开展一些 有关于婚姻的相关业务 其实对于用户的留存 和反向引流 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而且明明是我们 培养出来的爱情 最后却到别的公司 结了果 不是很可惜吗 倒不如我们直接把他们 送入婚姻的殿堂 还能提高我们应用户 应用户好感度 让别人觉得 我们不是什么 不正经的社交软件 你看 我让你来坐这个位置 还是挺明智的吧 你又没发现 最近的你说话越来越自信 更有底气了 我在家里的时候 我爸总是说 屁股决定脑袋 虽然听起来有点搞笑 但是很有道理 其实想一想 还要谢谢你 把阿苗助长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那 关于下一步的推进计划 这就是你的工作了 我一点都不操心 你只要想好了告诉我 需要什么样的支持 和你预期的成果就行了 戴希希同志 现在是下班时间 能不能不聊工作了 那反正饭也吃完了 我先回家 你早点休息 我开车送你啊 不用了 你也忙一天了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 希希 如果 我让你觉得困扰的话 你可以直接拒绝我 不要为难自己 我不会勉强你的 还有 我说的那些提议 你也不要往心里去 我说过 我们积木 是一家鼓励员工 勇敢追求爱情的公司 包括我自己同样如此 你想结婚 我愿意做你的备选 而且我希望是 优先第一顺位 我们目标一致 相处得也还算不错 这又具备了一个 组成幸福家庭的 优先条件吧 我知道 你可能 需要一些时间去调整 但是我不希望这个过程 是你自己一个人去经历 我希望我能陪着你 我跟你一起 我保证 以后咱们俩的生活 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包括 一点点的辛苦都不会有 我 我希望你在我这儿 能够勇敢地做自己 一个真实的自己 其他的都可以交给我 包括 让你爱上我这件事 可以吗 小杨 你出来吃早饭了 来啦 来啦 温小杨 你穿着要很漂亮啊 怎么样 像不像个社会人呢 像 来 社会人 飞一杯 金飞飞银耳汤 吃完早餐出去 谢谢 小杨 你要是又有什么 大胆的计划 可要提前告诉我们两个 免得到时候被你姐知道了 要闹家庭革命了 我要去一家影视公司面试 啊 当业员啊 我给你 你敢看吗 我去面试分警师 你姐知道吗 嗯 这就是她给我的方案 原话是这样的啊 要么滚回澳洲完成学业 要么彻底独立自主 我呢 就给了她第三个方案 编考国内的影视学院 编长工作 嗯 哎 那个杜珈牧的漫画书店 不是要开张了吗 有现成的工作 干嘛飞机去找 我本来就没打算 在我这一生中 能遇见杜珈牧 当然也不会因为她的出现 就把我自己 绑在她身上 我有我自己的人生要过 不能因为任何人 乱了方筹 我先走了 祝我成功 加油 加油 看到没有 有没有一点儿 小温柔雪的样子啊 得了真传的小狐狸 必定清出于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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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你 出来了 你 起来 要不然 我让小敏 来给你相亲怎么样 哎哎哎 不用了啊不用了 起来 哎呀 紧吗 不紧 嗯 可以啊老段 手艺还没忘呢 嘿嘿 哎呀 用在你身上啊 那是绰绰有余啊 哎呀 我记着啊 你上次给我剪头 还是初中的吧 嗯 记性不错 那个时候啊 你看不上我的手艺 非要出去剪 哎 哎 我在网上呀 学了几个新发型 今天拿你的头来试试 可以啊是啊 尽管是 反正我也不出门 嗯 还有啊 我让小敏 给我申请了一个执照 材料已经交上好几天了 听说名字都批下来了 我和你妈呀 打算开个理发馆 过去打听过 这地方的房子呀 可以用来注册 你看 咱们这儿住的人呀 都是我这个年纪 你们青年人去的 那个沙龙啊 不会离我们喜欢的法师 那就像你现在这样 给我理性秘法 得多少钱 钱 不要钱 不过啊 你替我们还的账 咱们呢一笔勾销 从今往后 咱们谁也不靠谁的 各走各的路 哎 那可不行啊 我还打算啃老呢 剪刀在我手里啊 刷了 咱们把这儿光动进去 你你们把这儿光动进去 你把刀子都拿下来 那有钱 你被刀子都拿下来 我给你了 你把这儿光动进去 你把这儿光灯细掉了 你们部门 没有要搞什么活动了吧 我已经连续两周没休息了 实在是想请个假 最近身份证的好 你好 你好 欢迎住 那还你 不好意思 我没有查到您的预定信息 请问您是用身份证的名字 预定的吗 我不知道 不是我定的 我是来参加那个慈善拍卖会的 不好意思 是我帮客人预定的 您好 这是身份对话的券码 怎么又是这样 没事 不好意思 没事 不是跟你解释过很多遍了吗 这是我们莎莎总 亲自过问的项目 不会有问题的 你要不让你们莎莎总 跟我们斯戴拉发个微信吧 客人都在这儿了 你看这样好不好 晚一点呢 我请我们莎莎总 亲自跟你们斯戴拉总 好好沟通一下 那好吧 谢谢 好了 您久等了 你好 这是您的身份证 还有房卡请收好 电梯在那边 谢谢啊 我送您去 往这边走 朱莉姐 朱莉姐 看到了吧 销售部提前拿了一批 用客户积分兑换的房源 这个小姑娘 几乎天天在大堂 亲自接送入住房客 感觉来的都是什么大人物哦 果然一个名字也对不上 一个名字也对不上 這咱們不好判斷吧 這大白天 哥誰喝成這樣啊 喝菜我不留姐喝了點 就是那個每條朋友圈 都給你點贊 別鬧了 不喝他喝點 能套出他的話呀 聽我說 銷售部的那個 衣服站也記得吧 他們廚房的數量和回款 全都對不上 真的 好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莎莎就是用這批客戶的積分 補了那邊的漏洞 然後用低價房拿回的客戶 去趟廁所 鄧總 咱們集團最忌諱的 就是私下賣低價房 如果這件事做事了 莎莎就徹底完蛋了 這件事情 莎莎沒法一個人做 要跟客戶簽這個合同 就必須得走特批流程 難道是 那幾個時間 麵森總 可最近你是怎麼了 你自己不是說給你二十萬就不用管你了嗎 反正你今天務必回來一趟 我有事跟你商量 我沒時間 你可想好了啊 你要是不回來的話 你可能連我最後一面都見不著了 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用這種瞎掰的話來威脅我 這個事得等你回來做決定 明白吧 真的 聽說你安置了很多被裁掉的員工 我去不了的好職場 希望有人可以替我去 其實我一直想把VIA變回以前的樣子 所有人都為了同一件事情共同地努力 每個人都把心思 放在提升自己的業務能力上 道理我們都懂 可偏偏誰也學不會讓步 要是我沒有回來就好了 那樣的話 或許你跟我還有莎莎 都可以從容一點 其實 有的時候我看莎莎 他就像看到了當初的自己 仰望著你 按照你所有的標準來要求我自己 只是希望能被你看見 希望有一天 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在你身邊 彷彿那就是最值得的人生 都諷刺了 我明明理解他 就像理解我自己一樣 可我卻非得跟他爭個你死我活 我就是不想如他所願 其實我們都是同樣的人 往往同樣的人 沒辦法在一起 如果這次我又輸了 也許我就能夠 心甘情願地離開這裡 那我會感到很孤獨 我需要一個像你這樣 勢均力敵的夥伴 讓我時刻保持清醒 不要忘了來時的路 別給自己太大壓力 你已經很優秀了 能聽你這麼說 我真的很開心 我以為在你心裡 我已經變得一文不值了 誰會跟自己不在乎的人 較勁 也許在我心裡的某個地方 藏著的自己 還是很希望得到你的認可 你看 現在的我 不是完全活成了你的樣子嗎 加油吧 好好打完這場仗 你不會輸的 這就是王阿姨特見給我的 他也去 哪個王阿姨啊 就是上次在三下 認識的 嗯 而且那個房車啊 也是他幫我找人給買的 他會不會是騙子 哪兒讓你買真買那的 怎麼可能啊 人家兒女孝順 孫子孫女齊全 那家裡非常富有的 人家不差錢 兒女孝順 兒女孝順讓他住養老院 兒子 看來你這私鬧心啊 還沒有你老爸我 時尚 現在住養老院啊 那是交際 混圈子 是尋找 自己晚年的生活訴求 你看這上面的條件 跟你的五七七大有電 有什麼區別 還有人的伺候 絕對第一 那你這不旅遊了 剛買的房車怎麼辦 房車賣了 那個什麼 那個家照等不及了 再說那我考過明白 唉 你是真能折騰啊我看 唉行行行行行 你去去去去去去去 去住養老院 這樣 不是把車賣了嗎 賣車的錢 拿去住養老院 多的 我都不要了 那沒沒沒沒 多什麼多一點都不剩了 還不夠 不夠 二十萬還不夠 你聽我說 你看啊 這個 房車從我手裡再轉出去 那不成三手了嗎 折了兩萬 剩十八萬了 養老院一年嘛 三十萬 我現在只有十八萬 所以你得再給我十二萬 二哥 二哥 你聽我說 就就就就 來來來 來來來 C打 拜託 你聽我說兒子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我保證最後一次 我給你寫保證書 你放心我絕對 不活著離離開養老院 你要活到一百歲 我就活不了了 不可能不可能 就你爸這個身體狀況 說不定什麼時候 說掛就掛了 你趕緊讓我去 先享受兩天好不好 兒子求求你了 兒子 好兒子 唉呃 鄧吉利好 怎麼還提前回來了 唉呦 回來了 回來這麼早啊 我跟你說啊 馬爾代夫沒什麼勁 還是好好工作最有意思 工作狂唄 那我們一會兒 馬上要去跟滕總開會 一起吧 嗯 滕總那兒 新來一個管內容的 叫什麼 Daisy 誰是Daisy Daisy馬上就到 好久不見各位 好久不見各位 大家呢都是老同事了 相信溝通會非常順利的 會後會讓澄澄 把我們的會議記錄 同步給你們 那我們開始吧 這就是我們目前的用款情況 和截止到今天上午的改版進度 各位還有什麼問題嗎 你說還有什麼問題 接下來的投放計劃 和用戶策略呢 沒關係 我以前是段經理的下屬 他對我的要求一向很嚴格 接下來的投放計劃 還有用戶策略 就不方便告訴各位了 其實我今天約大家來 主要是想溝通一下 終止我們之間的投資合作 為什麼呀 我們會按照金屋APP 目前的市場估值 再加多三成給你們 希望頂級資本可以退出 我知道這很遺憾 但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有這麼大的收益 也是很划算的 這不可能 我們好不容易投進來的 怎麼可能在這個階段 輕易地退出呢 據我所知 頂級資本的投資比例 本來就不是很大 在我們進行C輪融資之後 你們會被稀釋得很厲害 對於未來的決策 也幾乎沒有任何的話語權 與其這樣 不如見好就收 在拿到更高的利潤的同時 也可以尋找 更好的項目去投資 我們之前跟滕總說過 下一輪的融資 由我們來做領頭 據我所知 合同裡目前沒有這一條 你只是一個 負責內容營銷的 投資的事情 還是請滕總親自過來 跟我們談好嗎 段經理 我之所以可以坐在這裡 就已經跟滕總達成了一致 可是 可是為什麼呢 總得有個原因吧 原因涉及商業機密 不方便告訴各位 機門APP現在正是燒錢的時候 你們把我們清出去了 還要找新的投資人 頂級的含金量 已經非常高了 你們何必要大非周折呢 新的投資方 我們已經找好了 你們一旦退出 他們會立刻頂上 方便透露是哪一家嗎 天衣資本 天衣資本 嗯 我說那個德西怎麼底氣那麼足呢 原來他爸是天衣資本的董事長 關鍵是 金木也是人家自己的公司 可不是說清咱不就清咱們嗎 哎 希希她個人也入股了嗎 差不多吧 據說兩個人已經訂婚了 德西馬上就是金木的老闆娘了 行了 你少報告兩句吧 我剛入職哪知道那麼多啊 嗯 吃飯了 你怎麼過來了 不是有會嗎 想要著急結束啊 回來給你做飯吧 我剛開完會也不太餓 其實你不用這麼辛苦的 跟段序啊 怎麼了 其實也沒怎麼 就是突然看到他 還是有點錯愕 我現在正在努力平復情緒 給我這麼做 謝謝你對我這麼坦誠 對於咱倆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趕快吃吧 先喝湯 嗯 養養位 好 你 找我去你了 我没事 本来也该起来了 你也没吃东西吧 我去给你穿便宜 行了 你快躺着吧 都这样了 逞什么呢 我刚才看见 桌子上有一盒方便面 怎么着 能吃点方便面了 我会吃一盒 感觉还不错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给你好点粥 喝完粥呢 我要吃了 不是所有的病 靠吃药都能好得了的 某一天 突然间 看透自己的平凡 没负担 更自然 某一天 突然间 发现 从来没有永远 就请别再留恋 相遇 相恋 相伴 相伴 离别 去散 真心 爱着剩下的 交给 时间 交给 时间 相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